我出国逼逼风头吧 四名匪徒因投资虚拟货币遭到诈骗 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 竟然心生歹念 决定抢劫银行弥补亏损 结火驾车到银行前 三人进入洋装办理业务 留一个人在车上待命随时接应 在电梯里面换装并持长枪至银行业务柜台行抢 则手后迅速撤离现场 除了两名抢匪现场被捕之外 其余匪徒以逃逸过程中 遭线上警力逮捕围捕成功 原来农历年前 新分区执行防墙演练以及防诈计划 希望让金融机构远景都能够第一时间反映 并且能够实际执行 让歹徒无迹可乘 让民众能够过得好年 解采话长报导